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來玩我們的奇蹟MU跨時代 我忘了看今天伺服器開到幾幅了 返回返回返回 26然後後來開到27 哇也太快了吧 我26然後馬上27282930 這一天是開三世伏的速度是嗎 282930馬上開耶 遊戲真的是下足的成本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那個玩別的遊戲看廣告拿獎勵的時候 我一直看到李連傑 李連傑的廣告不是只是一個頭像或是講講話 他是找蠻多演員來拍各種版本的李連傑版本 就是李連傑他一直廣告拍了好幾隻吧 對吧 OK 那現在時間是3月18號的凌晨 我大部分都凌晨完 那我掛了一下 目前122等 那昨天大概是100幾等 昨天100幾等 OK那今天122等 我先來領一下獎勵好了 簽到吧 先簽到一下第三天的 就第一天大概100等 那我今天應該是算第三天哪 第二天大概練到 110左右吧 好 來跑一下那個主線燈物然後音量可以大聲一點 因為我發現我都把音量開太小聲 因為我把那個設定裡面的那個 音效官小聲啦 好 這邊收一下信 應該是賣東西 大理盟主怎麼了 盟主發生什麼事啊 哇 OK 盟主你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難道要解散了嗎 天啊 因為你們看這個 排行榜齁 我們第一天大概是排三四名嘛 那今天是算第三天好了 好算第三天好了 第三天已經掉到12名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我們的盟主 跑...跑啦 不玩啦 他沒有在收人是不是 你沒有在踢人 我再來看一下 排行榜 來看一下那個戰魔 成員列表 成員列表 有沒有這個應該要踢了吧 沒有這個 像這個 一天離線應該就要踢了 我認為啦 一天離線 幸福就可以踢了啦 不會太嚴格 因為這遊戲就是這樣 你一天沒完就是表示你已經棄坑了啦 你可能去幸福了 或是體驗一下就跑了 OK OK 跑一下任務吧 那這邊的話 120等之後你的攻擊這邊會出現這個模式 就是一般ARPG那種 或是明星手游都會出現這種掛機的東西 不是掛機就是按鈕 就你的大拇指在這邊嘛 然後 你的左大拇指在這邊操控方向嘛 然後右手在這邊按啊 可以攻擊 好120等是轉值 但是會卡等 你有成為強者的潛力 讓我幫助你吧 好會卡等 有沒有 就是你110可以來轉值 然後120轉值嘛 隨便選 反正就兩種職業啊 呵呵 自摩導師 好 那就兩種嘛 自摩導師和這種敏捷的 那繼續前往轉值 要收集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也是會卡等 就一百... 好啦我們就去吧 我覺得好像是 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吧 好 給他兩百萬 反正我們是有錢人 我為什麼這麼說 你們看 背包 好 待會兒看背包 我有多少錢 可能好幾千萬是不是 然後這邊一千多萬 好我有一千多萬 好 一百三十五等 卡等 這邊可以領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等級的排名好了 有沒有 哇這個178耶 你也太猛了吧 先生 好強啊 你看喔 現在可以轉值的人 大概是 前一百名左右吧 等級排行榜 大概前 這邊吧 七八十左右 六六 大概是前一百喔 對啊 前一百的人才有機會轉值 痾 更正才有機會 做這個帝王之書 因為要轉值的話 我之前玩的是大概一百五十等 你才有機會 然後這邊的開服活動 要首殺啊 超難的 有沒有 好這個是那個 黃金科布林 魔王巴洛克 先實進入 打得過嗎 你要去首殺啊 一堆人在那邊殺 他打得過啊 我可以放棄了 推出 看一下我的傷害喔 應該追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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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會發現 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超多人在打 你永遠打不到 所以我都是放棄的 反正你就把裝備賣一賣 這裝備都不錯 可以賣一下 然後大四之路 第一天的目標 我已經完成了那個全身加七 然後任意七件加一 真的假的 當你全身裝備加七的時候 你身上就會有流光的特效 可以來看一下 就這樣 我覺得法師的是那種 銀白色的 沒那麼好看 感覺法師沒那麼好看 這邊的話 古戰場 我就打不到啊 一直有人在打有沒有 即使現在凌晨 還是有人在打有沒有 世界boss一堆人在打 然後古戰場 這個120等我應該打不過吧 這個黃金哥布林一堆人在打 黃金火龍王 有沒有 現在是凌晨喔 半夜喔 這個可以打一下 這個菁英的任務也可以打 要打六隻 就是怎麼說 人太多了啦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新服嗎 太急的話就再去新服 更新的伺服器 無限循環 OK 然後我就走掉了 反正那個哥布林跟我無緣 有沒有都有人在 都有人在那邊顧啊 就是當你三次打完之後 你就不能打第四次了啦 這個這邊是黃金龍 我應該打不過 這邊有一隻 怎麼進去啊 要繞一下是不是 讓我繞一下 我沒有射那個 那個 沒有射那個 鍵旁按鍵 我來射一下 因為有時候走路的時候需要 好保存 欸為什麼不能走 嘿嘿嘿嘿 我射錯了啦 刷寶 射到搖桿 應該可以了 他會打我嗎 我應該打不過吧 我應該打不過吧 這是我是要打那個龍 我是要打旁邊的右龍 這一隻黃金鐵輪騎士 你看HP完全不動啊 打到天荒地牢 好我走了我走了 來看一下我的日常 有沒有精英狩獵這個也要打六次啦 這裡還有 沒有 有一個那個弓箭手走過去了 看來我們盟組 不完之後 可能 要換盟了 把他現在換 有一個換代理了吧 有人代理了 這個是古戰場遺址 這個黃金哥布林 根本就 一丟人在那邊打 打不到 OK 那返回返回 那這邊還有什麼 世界Boss我還去一次喔 來打一下吧 希望打得到 為什麼不過去 那我先 世界 世界 隨便按一下 可以先拍賣一下 痾...雙卓越就可以賣了啦 雙卓越就可以賣了啦 現在要去打世界Boss啊 又被殺了 天哪 等他 等他吧 不然就是去打這種 沒人要打的 上次擊殺有沒有 對啊 等一下30秒 好可憐喔 我之前玩老服 不知道 不知道這麼辛苦 我都隨便打 就是說你不用跟人家搶啊 如果你不想跟人家搶 就往前面的伺服器去玩 保證沒人跟你搶 而且練等練超快 因為他有那種加成經驗值啊 如果你離那個前段班 越 越遠的話啊 你加成經驗值越多 不知道有沒有人 好沒有人 太好了 沒人在等 趕快鼓舞一下 打快一點 就盡量打到二三十萬吧 這樣等一下有人來 就不會 看不到盟友幫忙啊 現在有四個人在嘛 不知道那四個人 有沒有說要來幫忙一下 然後如果你是傷害第一名 這邊有額外獎勵 他告訴你現在額外獎勵是你的 好不容易啊 半夜終於沒人跟我搶了 我那個世界BOSS我會打了好幾次吧 都有人啊 有一個人來了 那我不知道怎麼輔隊 喔他打好快喔 我打不過他是不是 他們感覺他打好快 有沒有要傷害起來 馬上要超過我 沒辦法 戰力不夠 搶輸也就是這樣 我的傷害 馬上要被超車啦 這時候就 蒙 蒙裡面如果人比較多 就可以來幫忙 但沒有啊 如果沒有的話 我待會去打那個 等級低的啦 幾個任務就好 然後有那個 活躍度就再去刷一下那個 魔化之地 擊殺是看最後一下還是看傷害 不知道齁 擊殺會不會是最後一下 人人有機會 個個沒把握 有沒有可憐 有沒有可憐 就得外獎勵給他還沒差啊 就看擊殺啊 因為擊殺 我的直覺是說擊殺就是最後一下 尾刀 尾刀的人嘛 應該是這樣比較合理啊 那待會就看看有沒有機會啦 被我尾刀一下 因為畢竟他傷害比我高嘛 因為畢竟他傷害比我高嘛 照理說他尾刀的機率比較高 OK 我有分到一些東西啊 好使用一下 這個可以拿去拍嗎 因為我現在是三卓越 應該是吧 不然那個東西要幹嘛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剛剛有尾刀到有沒有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計算的 反正我就是四處有算 那我這個古戰場 Boss 哇你看 強的可兇啦 黃金哥布林要兩分鐘 呵呵 這個為什麼強那麼兇 因為 我剛剛一開始有說嘛 這是 這開服活動啊 手殺啊 你可以領到這些東西 那我 我有手殺一隻啊 就這隻沒人要啊 就從頭到尾都我一個人在那邊打 那 神兵的話 來生一下好了 神兵應該可以生一下 這是加血的 觸發一下有沒有 稍微提高一下我生命力 雖然沒差 就生 神兵就是 血嘛 攻擊力還有防禦還有暴擊 這幾個東西 那你把它升滿之後就可以升級 我現在是LV-1 好 沒有了 防禦神兵 比較少喔 防禦神兵只有幾個而已 然後還有攻擊的 攻擊的應該可以出發了 好 提高攻擊力 這樣就沒有剛剛那麼慘了吧 剛剛傷害輸人耶 原因就是因為我都沒來弄啊 早期大家 差距不會太大啦 頂多就是有客無客的差距吧 好 好 那我現在戰力11萬 排行榜的裝備評分已經掉到快 本來已經被擠出1000名了吧 這個排名1000名以後就沒有了 等級的話還算高吧 贏取獎勵 這是第一天的 那第三天 今天是第三天 驚艷藥水 驚艷藥水是不是可以吃一起來 吃了之後 有什麼buff嗎 這邊 這是驚艷藥水 哇 今天藥水24 24小時 然後我已經比世界等級還要低耶 平均 這是前30個玩家的平均等級是157喔 我現在才120幾 夜間保護是說不會被親的玩家攻擊 對啊 有的玩家會亂打人 搞不清楚為什麼要打人 又沒有好處 對吧 我是這麼認為啦 沒什麼好處有什麼好打的 領一下這些衝擊排行榜 這可以領嗎 開 然後這個人手殺 紅包 然後這個手殺 開 這個我也可以開吧 開 開 還有嗎 還有耶 應該是往下吧 開 就他們手殺之後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 領一點點這個 積分 這個我之前在老服都沒有啊 因為那個是老服啊 所以我沒有這些東西 我這個算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領吧 反正你發現有那個紅點點有沒有 表示說你有事情沒做 你就去找一下 這個都是給大佬手殺吧 充等充裝備然後可以充手殺 他們獎勵應該更好吧 我覺得啦 這麼多 欸這隻沒有 欸怎麼沒有人去殺這一隻 奇怪 認真一點好不好 各位資深玩家 好沒有了 我的紅點點沒了 都沒了 好領一下 有紅點點就給他領下去就對了 那我的勇者撕裂還沒打 古戰場我放棄了啦 然後補月度今天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5點刷新嘛 現在是凌晨還沒刷新 那這個60大概只能掛3分鐘 我待會再來掛吧 下線前再來掛 然後我現在有那個buff 那就先這樣囉 今天的遊戲進度大概是這樣 好就是大概 現在準備要二轉 準備要一轉啦 我們現在是零轉 目前是屬於零轉 然後準備要一轉 轉成那個自立型的法師吧 自魔導師吧 然後大概是這樣啦 那明天的話會有那個 工程戰我再去錄錄看好了 就看一下時間 時間被這個擋住 把這個隱藏一下 把這個也刪掉 時間的話是8點半應該可以啦 8點半應該可以抽空稍微錄下 至少玩一下什麼是工程戰 哇所以我們三天之後 我們的那個誰啊 剛剛那個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的 看一下 不是這個 那個戰盟 可以申請嗎 然後那個誰啊 這個吧 這個吧 神射手5656就是戰 這個應該是帶領盟主 沒錯就是他 他現在目前正在離線掛機 他也算應該算熱心吧 通常能成為盟主 換帶領盟主 都是比較熱心的 就當然都是要熱心 一個熱心才有辦法 對吧 才可以幫忙一些 處理一些事物啊 解決一些人家 新手的問題 但這邊應該沒有什麼新手吧 問的問題應該還好啊 好的那就先這樣吧 明天禮拜三我再來錄 提早錄一下 那也是隔天再發吧 隔天再發布 因為我都是預錄啦 預錄起來 OK那這一期就先玩到這邊吧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奇蹟MU 跨時代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